今天简单的用两条防骨鱼 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像我这样切比较危险 你们不要轻易的模仿 因为它滑溜溜的 好 这样给它对半开 用按的 然后再把它一开二 改一下比较容易入味 你平时找不到新花样做菜 记得点我头像旁边的家号收藏 毕竟主页更新了一千多道详细美食 学到就是你赚到 不然你手机滑着滑着就找不到这个视频了 这家做菜我可是认真的 做的不足之处 请多包涵 煎的时候煎锅再下油 油热再下豆腐 令人不说暗话 还是希望您点个红心支持一下 太感谢了 保持它有油啊 旁边也给它煎一下比较香 来点这个葱姜蒜 干辣椒 加清水 哇你看煮到这个汤汁你看哇 成房成房的下豆 酱油 料酒 老抽 生抽 盐 中火烧三分钟 玉米淀粉对水勾芡汁 那汤汁就变浓稠了对不对 加点葱跟红椒 行了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我的主页就是一本活菜谱 记得去看一看 说不定 总有一道对你有帮助哦